今天给大家说一个逆天的新闻 草点多的绝对超乎大家的想象 巴以冲突爆发后 小胡不是跟美国干上了吗 于是美国宣布组建红海护航多国联盟 终于在上个星期 欧洲组建的第一批联合舰队来了 准备在红海与美国会合 其中呢就有一艘战舰是德国的叫黑森号 他到达红海之后就在战斗区域待命 可是没过多久 他的雷达上就发现了一架高度疑似胡塞无人机的飞机 战舰上的士兵们就蒙圈了 不是说来护航的吗 怎么一来就遇见真家伙 为了安全起见 德国士兵果断做出判断 对这个无人机发射了两枚导弹 但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两枚导弹都出现了技术故障 全部落入了水中都炸鱼了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 先说一个雷点 巴以冲突是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 小胡打击欧美的货船11月份就开始 美国是12月份决定组建护航联盟的 到了2月底欧洲的第一批联合舰队才到 军方这效率真的比我们民间还慢 遥想当年的美国一声令下 39个国家80多万军队 近百艘军舰齐聚海湾 42天解决战斗 现在三个月只够集结部队 第二个雷点 两枚导弹同时出现故障 你们知道这个概率相当于啥不 相当于你出门吃饭 遇见你老婆跟着别的男的走进了酒店 第二天下班你准备问你老婆 结果又遇见你老婆 挽着另一个男的进了酒店 咱们接着说新闻 事后德国军舰调查得知 他们打的那架无人机 是美国的MQ-9死神无人机 并非胡赛武装的这无人机 这调查结果一出来 德军成为了所有人的笑话 向有方军机发射两枚防空导弹 结果都出现了故障这事 按理说应该只有印度才能干出来的呀 怎么发生在德军身上了呢 过过我有三个大胆的猜想 而这也是这个新闻最要命的地方 一 德军确实变菜了 德军自从二战被打败以后 军队就被美国把持着 军队建设按照上班族来 一天当兵八小时超过了算加班 除此以外 德军的肥胖率达到了惊人的40% 为此德军专门设置了减肥训练营 以健康为理由 诱导德军健身减肥 但结果并不理想 所以德军还有另外一个外号 联邦肥宅 士兵素质这么差 军备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发生这种低级错误也就不奇怪 毕竟在18年演习的时候 德军就有一艘军舰发射导弹 把自己给扎了 二 德军故意的 我们都知道这次红海护航行动 好多国家都是不愿意过来的 要不是美国点名 估计没有一个国家会派军舰过来 既然来了 怎么能找一个理由 合理的再回去了 德国黑森号在误设了两枚导弹后 立刻向后勤部门发出申请 补齐损失的两枚导弹 但是收到黑森号在前线发回的申请单后 德国后勤部门尴尬地发现 他们的弹药库压根就没有这种导弹的库存了 德国国防部还发言 这款导弹早已经停产了 目前弹药库只有另外一种型号的导弹 由于双方型号不一样 黑森号想要补充炮弹 他必须得返回造船厂 对其战斗管理系统进行升级 以及对硬件进行改造才可以 目前为止 德国海军上下全部都在甩锅 没有一个人能为此事负责 我们要知道这可不是军演 这是实打实的要去打仗了 就因为发射了两枚导弹 还没护航几天呢 就要回来了 出门之前难道不检查一下吗 因此我高度怀疑 德军这是故意的 对美国的命令阳奉阴违 故意掀个丑 然后好回去 三 美国留后门了 先说一个故事 当年土耳其和以色列 关系紧张的时候 土耳其的F-16 发现自己的雷达 无法锁定以色列的飞机 因为F-16会强行认定 以色列的飞机是友军 现代武器是有敌我识别系统的 黑森号发射的两枚导弹 它攻击的都是美军目标 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 德国作为二战的战败国 它发展的所有攻击型武器 都是在美国的监视与控制之下完成的 美国肯定担心 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因此在美国的操作下 美制导弹的敌我识别系统 遇到自己家导弹打自己目标时 就会自动失效 这样就能完美解释 为什么德军发射的两枚导弹 均故障坠海 也能很好的说明 美国海军接到德国同事的问询后 为啥未提供任何信息 看到这里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国要推行信息系统国产化了吧 当然这个新闻 咱们也能往好的方面想 仅仅德国军舰面对 无法确定归属的无人机开火 这一件事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多营 第一 无人机无法确认归属 说明美军无人机保密工作做得好 隐身技术高超 连盟友德国都认不出来美国营 第二 德国军舰无法确认无人机的归属 但下意识地或者从逻辑上认为 是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所以才开火 说明胡塞武装的无人机技术 得到了德国的充分肯定 胡塞武装营 第三 德国军舰 既然对疑似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开火 说明德国立场是倾向于以色列的 以色列营 第四 德国军舰在无法确定无人机归属的前提下 仍然果断下令开火 说明德军舰长有决断力 毫不犹豫 展现了德军优秀的军事素质 德国赢 第五 德国往中东投送军事力量 对乌克兰的支援就会减少 俄罗斯赢 第六 德国导弹水平这么拉垮 波兰赢 最后唯独只有东方某大国输了 视频最后喜欢郭郭的点个关注吧